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游天堂视频频道 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继续推送全黄98C的网站高手对决 来自我不是黄虫EP对RP火星术 这次我们来看看两人都是使用三位模式选人 三位模式更考究两人的综合实力 对全角色的一个了解 我来看黄虫使用的是排线道 韩国的金森长 币甲班对RP的 他的徒弟 他的徒弟 对 陈果汉 打出 哎哟 解救大粉杀 这个小萌鸭连直接点要就能撤杀吗 87比较聚焦 打一个御相小跳连 光臣这个连速度非常精静 太阳了这个操杂 居然没有连到 我有 继续再取消草离杀技,非常精准的确认 一般没有几个玩家敢用金甲3做一个对战的 两位玩家可以想见这个水平是有多么的高 黄虫不自然不用多介绍了,经常观看视频推送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我经常推送黄虫的一个精彩的连队 好吧,我们再回到游战中,现在黄虫这个是 首发已经败掉了,现在换成中间罗伯特 罗伯特的连招是非常狠的 可以攻无敌,可以跟那个Q做一个媲面 继续的飞燃蜂凤凯 好冷击之后,直接摆了一脚 金甲5机会来了,金甲5三颗气 如果说给他击乎的话,自己的血完全够了 再用超皮大鸡,倒地追打 比较凤王角 能不能达到60周呢? 现在出现个失误 要糟了,罗伯特 有,失血了 现在是空血状态 还有,时间又到了 时间够吗? 他有伤害修正的 2秒 1秒 我去真的是空血反伤 太刺激了,搞得不好想尿尿 狂虫的心理状态 真的是不一帅 如果他来玩街霸舞的话 应该也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发展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OK 我们来看看 最后的手里对决 KING 2个MATE之急 3颗气的KING 基本上可以带死他了 点击速 对KING来说 100连都不是问题 现在已经60连 没有办法 抢反成功 我就是发动了抢反 找了机会 没有机会了 到底还是蝗虫记彪一筹啊 非常精彩的一场对决 好吧,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红豆哥解释朋友记得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